有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孟晚舟回国后,林振飞曾对媒体进行了表态 孟晚舟回来后还做CFO 就在刚刚,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宣布 将禁止参与5G频谱拍卖的企业使用华为公司的5G设备 正在使用的华为设备则必须在2025年初之前完成更换 据悉,5G频谱拍卖的时间就是11月10日,也就8天之后 华为第一时间对此事做出了回应 对于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禁止其设备进入5G网络 公司感到惊讶和失望 华为是一家100%由员工持有的公司 瑞典政府无端指控华为构成安全威胁 完全是基于毫无根据的假设 将华为排除在外 不公平且不可接受 在欧洲,瑞典是率先立法来确立5G规则的国家 一向声称倡导公平、无歧视 是自由、中立、开放竞争为核心价值观的瑞典 今年1月1日实施的电子通信法中 并没有对5G生产商、国家做出任何歧视性限制 在外界看来 瑞典宣布禁用华为对欧洲其他国家影响极大 据财经网10月20日报道 瑞典曾公开禁止华为参与5G网络所需的几乎所有网络基础设施 并且还要求必须在2025年1月1日前拆除华为设备 这么做其实是开了一个恶头 迄今 华为官网还刊登这一条消息 称2014年2月25日 时任瑞典IT与能源部长在世界移动大会参观华为展台期间 华为都爱宣布正式启动为期三年的未来种子项目 该部长给予了华为高度评价 我非常欢迎华为为瑞典学生设立这样的项目 这是华为致力于瑞典数字化进程的积极贡献 稍后华为与皇家理工学院和查尔姆斯理工学院正式合作 筛选出10名优秀大学生 于6月18日启程赴华学习 瑞典贸易投资委员会驻华高级项目经理代表瑞华大使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华为目前起诉的时间非常敏感 因为瑞典5G平补拍卖的时间就是11月10日 也就一个多月之后 华为曾指出 对于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禁止其设备进入5G网络 公司感到惊讶和失望 华为是一家百分之百由员工持有的公司 瑞典无端指控华为构成安全威胁 完全是基于毫无根据的假设 将华为排除在外 不公平且不可接受 英澳等地区拒绝并拆除华为设备是意料之中 毕竟算得上是老美的跟班小弟 但最让人失望的莫过于瑞典了 以中立自居 竟然也戴起了有色眼镜 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 便将华为等中企排除在了当地5G市场之外 要知道 当时华为的5G设备已经通过了 德国最高安全机构的解剖级检测 完全没有任何安全问题 面对瑞典的歧视对待 华为发出了不公平 不接受 望重新评估的呼吁 可惜最终还是没有改变结局 更让人唏嘘的是 瑞典在进了华为之后 它本土的通信巨头爱立信 却依然活跃在我国5G市场 至于为何没有进爱立信 或许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 5G建设涉及到的技术有很多 贸然将爱立信排除在市场之外 或许会增加建设成本 托缓建设进度 第二 我们本着公平开放的贸易原则 没有对等反制地禁止爱立信 是因为我们大度 但至于爱立信能否在我国5G市场 还像原来一样正常发展 则完全取决于市场和消费者 换句话说 我们即便不排除爱立信 但它能否获得订单 很多程度上取决于瑞典对华为等 中企的态度 虽然我们没有对爱立信明令禁止 但没想到的是 该来的终于来了 据媒体日前报道消息显示 爱立信已作出决定 将在2021年10月31日前 将南京研发中心移交给合作伙伴跌拓 届时 全部630名员工将被辞退或者是转岗 对于爱立信的这一决定 不少员工认为公司是在变相裁员 而外界则表示 爱立信裁撤南京研发中心一事 可能关系到该公司目前 在中国市场的经营状况 在5G日渐普及的关键时刻 爱立信的主动退出 惊动了全球5G市场 要知道 爱立信已经在中国市场深耕120多年 并且在近5年内投入了150亿元 这样一家在中国牢牢扎根的通信巨头 为何会被挤压到 要放弃研发中心呢? 从表面上看 是因为爱立信这段时间在我国市场的业务不景气 与其一直在竞标中陪跑 图好人力物力 倒不如一走了之 还能节省成本 然而 究其一个本原因 瑞典恐怕是心知肚明 如果不是歧视地对待华为中兴等中企 在我国深耕数十年的爱立信 也不至于落得现在这个局面 据公开资料显示 爱立信自去年底 拿到中国移动12亿大单之后 在接下来的多次5G建设招标之中 爱立信几乎再也没有过多大的斩获 比如 今年三大运营商的两次招标中 华为中兴总体包揽了80%以上的份额 而爱立信则仅有5% 在我国市场的整体营收 同比下降了60% 仅为8.4亿人民币 我国作为爱立信最大的通信市场之一 这样的结果对爱立信而言 显然是难以接受的 根据2014年至2019年 全球移动设备制造商市场份额变化折线图显示 华为一直保持着增长趋势 而诺基亚和爱立信自2014年后便一路下滑 与华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这得益于华为在海外市场的大力布局 同时也要归功于中国通信领域的飞速发展 以及对国产通信设备的重视 需要注意的是 即便是在2020年和2021年的上半年 承受着巨大外部压力的华为 仍然是全球第一大通信设备供应商 不过爱立信CEO鲍康义对此却早有预料 因为在瑞典拒绝华为之时 鲍康义就发出警告 瑞典这样的决定 必然会给爱立信在中国市场的业务发展 带来巨大的影响 可惜瑞典电信局并没有听进去 爱立信的撤出必然会给其他不公平 对待中企的地区一个警示 如果开放合作发展 我们张开怀抱欢迎 但如果歧视中企 则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即便我国不在政策上 去针对性地进行对等反制 可无比团结的14亿中国人 也绝不会坐视中企在海外受到屈辱 巴西外交部长弗朗萨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 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晤时重申 巴西不会阻止中国企业参与武器拍卖 巴西不会歧视任何人 巴西环球电视网9月28日 在报道中披露了弗朗萨与布林肯会晤的细节 此次会晤是布林肯与佛朗萨之间的首次现场见面 也是拜登政府和博索纳罗政府到目前为止最高级别的会面 据巴西外交官透露 在45分钟的会谈里 美国与巴西两国外长就5G、移民、气候以及双边关系等话题进行了讨论 据披露 布林肯在谈到中国史称 他知道中美间保持良好以及顺畅的关系很重要 布林肯说中美关系很像一敌一友 但对于美国而言存在着战略问题 在会谈期间佛朗萨提到了5G拍卖 并表示巴西政府不会歧视任何人 最主要的是 华为是全球唯一一家能够提供5G端到端服务的厂商 从4G升级到5G 华为设备成本低、效率高 关键是安全可靠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